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因为与所属公司的纠纷 形象大损的新人女团5050 原本预定好的好莱坞电影Pabi的OSD拍摄 也最终被取消了 今年5月,好莱坞电影Pabi 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公开了参与OSD的歌手名单 在那个名单中 5050与Dua Dippa,Niki Minaj,Lijo等 知名流行歌手一起被提到而引起了很大的话题 但是7月4号,根据韩国媒体独家报道 5050原本接下的PabiOSD收录曲Pabi Trins的歌唱与MB拍摄 因为与所属公司的纠纷最终被取消了 而原本5050期望通过参与好莱坞电影PabiOSD的歌唱与MB拍摄 让因长期在美国逼入的嗨百排行而提升的知名度外 还能进一步提升他们在全球的知名度 而新人女团5050之所以能参与Pabi的OSD 虽然Qpid的爆红也是一个理由 但是主要还是所属公司Attract与华纳唱片签订的合作伙伴关系 因为华纳唱片的竞争对手环球音乐 与嗨一捕JWP等K-POP主要公司合作 并积极进军全球市场 所以有消息称 华纳想要积极培养5050 并计划将他们演唱的Pabi Trinze电影原声带 作为电影宣传的一部分 然而因为现在与所属公司的纠纷停止活动了 5050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每次有新的内容出现就觉得代表很可怜 不过反正大家只知道是四个人 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直接选拔二期成员后重新录音活动也可以的 又不是成员们有人气是歌曲爆红而已 他们太小看这个世界了 所属公司辛苦培养他们的事情都忘了 他们应该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么小的经纪公司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垃圾的事情 真的再没有这么傻的傻瓜们了 过一阵子后就能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多么傻逼的事情 后悔一辈子的 5050正义闹这么大 也不知道成员们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竟然错过了爬比的OST 社会韩国人真心觉得很可惜 然后根据报道 5050不只是错过了爬比OST 还由于崇宁敏的知名体育厂牌的广告代言 三星广告 以及Yuki's的出演计划也统统被取消了 真的是可以成为最传奇中小经纪公司奇迹的新人女团 现在变成这种下场 真心觉得很遗憾 7月11号将已先去Partier Club回归的女团Mix 7月3号发表了先公开曲Rollercoaster 而MVE公开就登上了韩国YouTube发售影片的一位 观看次数也突破了1700多万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Mix先公开曲Rollercoaster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首歌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歌唱优点 轻量混音真心好喜欢 JYP就是这个就这个 轻量加上了梦幻的感觉超喜欢 四本部终于清醒了 用这些成员也不能成功的话 干脆就放弃演艺事业吧 Rollercoaster这首歌在韩网的反应非常好 所以真心希望7月11号发表的新曲也能收到 肥肥肥肥 尝口的反应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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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